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首發 嬰兒器官移植 可能是為中共高官981工程做前期試驗 國務院繼任者難纏 兩會獻多名三菲高官 石垂航中共 盧比奧宣布 近期公布揭露病毒來源新文件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 今天是3月15日 星期三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首發 嬰兒器官移植 可能是為中共高官981工程做前期試驗 阿波羅網首發作者愛德華投稿說 人體的器官一般來說 20歲開始就開始走下坡路 漸漸退化衰老了 隨著年齡增長 器官功能衰退越快 到了70歲時只剩下35%功能是可以使用 器官移植共體健康狀況 年輕人的器官比老年人好 身體健康者比病人的器官效果好 2023年2月27日 大陸的《新民晚報》報導一條新聞 高調炫耀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人際醫院 與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的聯合研究成果登上權威雜誌《美國移植雜誌》 而這項研究的內容竟是摘取幼小嬰兒的腎臟 並將其移植給成年人 《新民晚報》極力吹捧這項中共技術 稱嬰兒器官移植如何困難 並吹噓僅人際醫院 已經成功實施了22例新生兒腎移植 《新民晚報》報導中 張明團隊在兩名新生兒出生一天和三天後就摘取了他們的腎臟 並成功移植到了兩個成年人身上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外科醫學影像學 生理科學和生物醫學工程副教授哈爾佩告訴大紀元 器官移植通常需要一週到14週的時間來交叉匹配患者 他推測早在嬰兒還在娘胎裡時 醫生就已經描上了他們 並通過抽取羊水完成了配型 而對於人際醫院移植團隊已經摘取了22例新生兒的腎臟 哈爾佩教授說 令人懷疑他們在將新生兒作為用於生產器官的機器 哈爾佩教授說 使用新生兒器官的吸引力在於 他們在腎臟上排斥反應的抗體數量不多 據自由亞洲電臺2019年9月16日取得的中共301醫院的廣告影片片段的廣告詞介紹 自從中共建政後 中共的首長醫療保健在6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取得長足進步 形成了器官功能再生等為重點 中國養生精華與西方先進醫療技術深度結合的獨特體系 中共高官保健的981首長健康工程 強調6個重點 防癌 防心臟血管疾病 抗衰老 慢性病管理 健康生活方式 器官功能再生 讓中共高官活到150歲 而其中的器官功能再生 有人說就是器官移植 指控中共進行活摘器官 早已得到證實 器官移植的最初目的是為中共高官更新器官以延長壽命 中共權貴的延命方法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是輸入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的血 後來是器官移植 再到後來用中小學生的器官 到現在中共已經盯上未出生的胎兒和嬰兒 前一段時間 中共已經提出一張健康卡 要把所有的健康信息都包含在內 從懷孕那一刻開始 你的一切信息都在中共掌控中 就會成為器官配對的潛在的共體 2006年 當大紀元首次曝光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時 很多人對活摘器官難以置信 善良的人們無法想像 這個世界上會有活摘人體器官的惡魔存在 十六七年過去了 從數以百計的武漢大學生陸續離奇消失 到胡心羽們的離奇沒命 人們不難發現 中共已經將活摘器官的黑手伸到新疆人身上 伸到農民工身上 伸到大學生身上 伸到中小學生身上 如今又延伸到剛出生的嬰兒身上 國務院繼任者難產 兩會獻多名三妃高官 3月12日上午 中共官方公布了國務院副總理 國務委員 各部部長 各委員會主任 央行行長 審計長 秘書長及各部委名單 其中李小鵬任交通運輸部部長 易剛任央行行長 王志剛任中共科學技術部部長 劉昆任財政部部長 將近64歲的李小鵬是中共前總理李鵬的長子 李小鵬是中共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 常委 在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 李小鵬落選20屆中央委員 現年65歲的易剛 66歲的劉昆及65歲的科技部長王志剛 都已達到中共官方規定的65歲退休年齡 其中易剛既不是中共第20屆中共中央委員 也不是第14屆全國人大代表 劉昆是中共19屆中紀委委員 他在中共二十大未連任中紀委委員 王志剛是中共第18屆19屆中央委員 他在中共二十大未能連任中央委員 《香港明報》3月15日報導指 此次換屆後的中共國務院部委以上4名中共首腦是三非 數量之多創下歷次換屆新內閣的記錄 他們都是已過或將屆退休之零 之前被預料在兩會上篤定退休 報導說 他們的留任有說是為輔佐欠缺經驗的新的國務院新領導層 也有說是為完成機構改革 攻堅克難 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繼任者一時難纏 其實李小鵬 王志剛 易剛都已出任中共政協常委 後二人更已在專門委員會掛單副主任 異位部長都未必坐滿一屆 報導提到 這四人與同屬三非的中共中央政研室主任江金權一樣 都不排除是替人站位 幾年內都會卸任 而今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叫上屆少一人 四也在虛席以待 從此次中共國務院公布的高層名單顯示 多數部長及官員幾乎原封不動 甚至本應 盜齡退休的官員也未換人 除安徽省委書記鄭山傑接替何立峰出任發改委主任外 其他官員原封不動 石槌航中共 盧比奧宣布 近期公布揭露病毒來源新文件 美國國會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馬可·盧比奧3月14日表示 他將很快會公布一份詳細報告 揭露關於病毒大流行病起因的最新信息 美國之音報導 盧比奧參議員辦公室的新聞稿 這份即將公布的報告收集了堆積如山的間接證據 顯示大流行病可能來自於中國武漢實驗室的事故 新聞稿指出 這份報告彙整了大流行病爆發前中國發生的一連串事件 盧比奧參議員在聲明中說 這份報告發現 並將公布之前 不為人知或被美國政府忽視的證據 他還表示 他的辦公室花了近一年半的時間調查來源 這份報告將反映他們的成果 盧比奧辦公室同時發布了一部大約30秒 關於這份報告的預告片 預告片中的旁白說 我們被告知說 這場災難是一種自然行為 但中國的文件卻是另一種說法 我們有足夠的片段資訊拼接在一起 來改變整個敘事 他們不惜 無所不用其極地來確保全面事實永遠不為人知 盧比奧預告片直指中國共產黨 試圖隱瞞所有相關信息 上個月底 美國能源部以低度信心得出結論 認為起因最有可能是由實驗室泄漏所引起的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美銀行連三家出事 噩耗還沒完 他驚曝 下一家倒閉恐是他 只能發民心所向 不許貼2952 中共新一屆政府在網路審查保護下完成登場 恐怖爆表 印度神童預言在中硅谷銀行倒閉 世界小心久見時 曝北京正阻撓南海海底電纜鋪設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 請您看 關於大約 再會 親自分枱的信心 要請您快樂 再會請您お願意